下大天大研究生同日被开除,你欺骗了今天,就等着明天加倍奉还。 不知道大家这两日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微博上有人爆料,名校厦门大学和天津大学的两位硕士生毕业论文高度雷同,连致谢都一模一样。 据悉,经过调查,发现两位硕士生的论文都是花钱找人代写。 不得不说,找人代写的结果还是震慑到了我。 真没想到作为名校硕士生还能是毕业论文如草剑,竟能将它托付于人,如此违背学术道德的事儿都能做出来。 心真的很大眼。 目前,下大和天大已经公告,撤销两人的硕士学位收回相应学位证书。 去年三月份,包括广州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勒令学习实现内未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 而且,这两年本科的管理也相对而言较之前更为严格,也出现了较多勒令退学或开除现象。 还记得去年那位收到了华为年薪200万元offer的华中科技大学14级直播研究生左鹏飞吗?